牧師 師母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我是齊文區凱平小組的齊璇 那我出生是在一個 民風淳朴的農村世家 小時候就跟著父母去過了 許多大大小小的廟宇 多到我也不知道拜了誰 有一些木像看起來還非常的嚇人 甚至沒有看清楚他們的臉 我就會手擺個幾下趕快跑走 在我們的鄉間裡流傳著一種 孩子不能誇胖的習俗 長輩說孩子不能誇 誇獎孩子很乖的話 以後就會很難帶 說孩子長得漂亮 日後就會迫向 所以呢我從出生開始就會被說 哎呦怎麼這麼壞 怎麼這麼愛考有夠壞 即使到了長大 家人面對別人的誇讚 也是說沒有啦 沒有這樣啦 久而久之我也變得 自卑啊悲觀 不停地在找一種被認同感 每當有人在誇獎自己的時候 我也會感覺相當的不自在 我先生是一個職業軍人 那時候他人在外島 我肚子 我就是自己獨自帶著孩子 常常在需要他的時候 他都無法立即來到我的身邊 2012年我的父親因為太過勞累 肝癌過世了 有一段時間我的心情十分的低落 情緒也很不穩定 對孩子沒有耐心 加上先生不在身邊 孩子哭我也就跟著哭 漸漸的我對我的先生充滿了埋怨及不諒解 2017年7月因為小姑的帶領 我第一次走進教會 我心裡想說 這個怎麼跟 這個教會怎麼跟電影演得不一樣呢 那教會怎麼會出現在大樓裡面 為什麼牧師不是外國人 然後為什麼牧師 牧師不是都應該要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聽人告解的嗎 當我心裡還存著許多的疑惑的時候 就看到一群人走向台前 他們相互著擁抱 哭泣著禱告 那一幕聖靈觸碰了我 我的眼淚就像關不了的水龍頭 一直不停地掉下來 從那個時候 我就愛上這個信仰 這個信仰才是我要的 童年我的孩子 他在幼兒園的時候 被診斷出了選擇性不語症 他很聰明 在家很活潑 話也很多 可是他一旦離開家裡的時候 他的聲音就像是被鎖住一樣 沒有辦法發出聲音 肢體也會變得很僵硬 甚至會影響到他的生理需求 也無法求救 有些孩子會故意捉弄他 就為了想聽聽他的聲音 有一次老師告訴我說 有個孩子用櫃子夾到了他的手 但他發不出聲音 疼痛的流淚就直發抖 我們嘗試了用了很多的方法 除了禱告也看了很多一生 上了無數次的心理課 甚至也有長輩要求就是要吃符咒啊 做法式的 但是狀況都依舊沒有改變 我就開始漸漸地遠離神 也不去回診 也沒有上心理課 心裡就想說 沒關係就讓他這樣不說話吧 後來有一位姐妹 教會的姐妹就告訴我說 人不能沒有盼望 我們才又重新地回到了教會 持續不斷地禱告 求主幫助 醫治 就單單只仰望神 感謝主 孩子他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就可以發出了簡單的氣音 到現在他已經可以自然地開口說話 然後大笑出聲音 就連教過孩子的老師及認識的同學 都覺得十分不可思議 他們就問說 蛤 他竟然會講話耶 認識上帝後 我的人生就好像開了外掛式的 凡是我所需要的 呼求的 上帝都會一一地回應我 幫助我 原本以為和先生的婚姻 應該沒救了 但是上帝讓我在聽牧師講道的時候 來教導我 使我對先生的心柔軟 先生也看見我的改變 讓我們的感情越來越好 感謝主 當我親看自己沒有價值 上帝他就給了我工作 原本以為我因為自己的年紀 加上脫離社會太久 出來工作應該只能當個清潔阿桑吧 可是上帝呢 卻量給我一個超乎我所求 所想的公司及單位 我愛上帝 即使我的人生很糟糕 但是他還是先愛了我 只是我的信心軟弱 心理渴慕卻一直沒有勇氣受洗 神呢就先帶著我的孩子 讓他決心在去年的10月30日受洗 就連他身為妙珠的阿公阿嬤 也非常同意地祝福他 一切都非常順利沒有征戰 感謝主 上帝讓我看見孩子的勇敢 使我也有勇氣在去年的12月25日受洗 從一個資深的木道友 畢業了 正如聖經上所寫的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我相信以後在面對人生變遷的時候 天父上帝必與你我同在 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變遷的事上 都已經得勝有餘了 將榮耀歸給那愛我們的主